大家好,我是蓝妹儿 你知道我今天做的这个是什么吃的吗? 看着是不是很奇怪? 那就一起来瞧一瞧吧 羊肚买回来之后啊,先处理掉黑色的膜 然后加小苏打和盐,用手抓揉 再多加一些淀粉 把羊肚的里里外外都抓揉抓揉 最后倒入清水,洗干净 当然,羊肚里面的油脂也要记得摘出干净哦 再把洗干净的羊肚切成小方块 羊脑泡去血水之后,倒入锅内清水当中 加生姜,倒入一点料酒,给羊脑焯水 等锅内的水烧沸之后,撇掉表面的浮沫 等羊脑煮变色就可以捞出来了 再把羊脑包进刚才准备好的羊肚里面 用绳子给它扎紧了 大家购买羊肚的时候啊,最好还是买处理好了的 不然没有几个小时在家,真处理不了 全部做好以后,用牙签在羊肚表面扎几下 煮的时候防止羊肚爆开 接着把羊肚放入锅内 再倒入慢过羊肚的水 加入葱结和几片姜 来一点花椒和红干辣椒 倒入一点料酒 再多倒一些生抽 加一小勺量的盐调味 开火加热 煮到羊肚熟透就可以关火了 想要羊脑入味一点的 那么煮熟以后呢 可以将羊肚放在汤汁里面浸泡一个晚上 最后问大家一句 你知道这个怎么吃吗?